今天我又来了 你看我今天买的是什么 是几块麻布 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买的是40块钱一斤 我去买的时候不知道今年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牛年吧 买牛肉特别多 我去买的时候就剩下这个了 没办法 既然这么想吃牛肉还是买下来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切一下 切成块块 然后一块沸一下水 老板说这个不老 不用高压锅都可以 你看这个 大家的抢的好的去了 就试一下这个 不过这个做的好吃也很好吃的 反而比那总还好 我们用大炖一锅 多炖点多吃点 才会牛气冲天 这个有两斤多 两斤二两 八十八块钱 我一撑的时候是八十八点半 哇 这个数字好 赶紧把它走 切好的肉 下锅沸水 加入一条的水 扭热下去去 再来点料酒去熄 盖起锅 我们下锅去把萝卜 煎上它吧 走吧 找一颗大萝卜 太早就找得到 来这里吧 这里牛粪边上的 那才长得大 这个变形了 这些都不大 这个赖了 不大我们就都拔几个得了 这个坏了 这个可以 终于也更满意了 这个葱里找萝卜 这里可以 这两个 好够了 弄了三个萝卜回家 来先洗一下 今天天气比较冷 这水冰冰的 但是我看到一个很牛逼的小伙 他开这个敞篷跑车 还打开这个上面叫什么 这敞篷是吧 我在想如果是我 我可能要戴个头盔 坐在车里面 当然我也没坐上的了 所以我建议那个小伙 戴个头盔开跑车 那也更合适 又不够冷 又安全 这贴太阳了 我们将就洗一下 但是也洗太近 水开 无废好水 给它捞出来 冲一下 冲掉那个泡泡 你看有这么多泡沫 配点的姜 这样吃起来才就会不腥了 加入菜籽油 菜籽油真香的功能 葱 再加入牛肉 把牛肉炒出来 把牛肉的油炒一点出来 让它更加香 你看这个牛肉 它是有油的 再下入这个 干花椒和辣椒 给它炒一下 我们再调个汁 下去去 一点的蚝油 生抽 黄豆酱 炒一下猪肉 把这碗的汁 下去去 再炒 牛肉快就炒出去了 料酒椰饼 煎饼 香味就出来了 虾肉 塞取水 好 这么多就可以了 盖锅炖50分钟 我们再切一点的这个胡萝卜 这个胡萝卜呢 都要滚刀切 白萝卜也是一样的 白萝卜也是滚刀切 切的大小距离一点 好炖的开 咱们煮了50分钟了啊 开锅 把红萝卜和胡萝卜全部下去 给它炒翻一下 再加入盐 这样才有味道啊 再给它炖上半个小时 应该就差不多了 把它这些炖烂 好 时间够了 开 哇 这个不错 哇 这个不错 哇 美呀 出锅 从那边 遇到太好了 颜色很不错的 撒上葱花 怎么就可以吃了 来一块 再来再来 多夹一点 你看这个好软烂 这是炖的时间比较久 一个半小时 所以特别的好吃 就热也好 炖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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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也好吃 这个热真的很不错 所以开的时候 开的不好开 就是像个赖妈不一样 一炖起来很好吃 这个汁很不错的 我拿这个汁来泡饭 好 这个浓缩的在 那个精华都在那个汤汁里面去了 一块热下去的 不需要怎么嚼 小猪他说他喜欢吃软烂的 这是个软烂的 你肯定喜欢吃 其实我觉得这样软烂吃起来 味道很不错的 就是特别那个脏汁 泡起饭了 太好吃了 其实爱到 这个嘴巴还想吃 就是肚子有点 饱了 所以还是不要再吃了 再吃到时候 长到250了就不好了 现在已经快一个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250了 不是 现在已经有半个250了 哈哈